大家好 我是木兰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宝基的东湖 东湖位于陕西省宝基市凤祥县城东部 渭河之流为河上游 有内外两湖 内湖为苏氏任凤祥判官时 书郡 外湖是清光绪年间开早 统称东湖 湖中建有喜宴亭 君子亭 春风亭 鸳鸯亭等 外湖建有山庄 苗圃 河塘等 好 现在我们一起进去游览一下 东湖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了 历经宋代以后离带修缮 亭台楼阁相继增多 湖体随之扩大 现占地近20万平方米 其中属于面积8万平方米 奉将东湖与著名的杭州西湖 均为苏东坡修建 被称为紫卫湖 是苏东坡在建完东湖20年后 又在杭州修建的西湖 所谓东湖柳西湖水 东湖占让西湖美 西湖却知东湖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杭州西湖 曉山 漫步在东湖随处可见洋柳依依 柳枝摇曳 湖水碧绿 乔 亭 唐 轩 县 锦身悠然 堪称我国北方古典园林的优秀代表 眼前的这片湖水是东湖的外湖 清光绪年间开凿 建有山庄 苗圃和荷塘等 进入古影凤池就进入了东湖内湖的核心地带 眼前的断桥亭初创于宋代之后 因杭州西湖上建有断桥亭 后人为纪念苏东坡也在凤祥东湖内修建了断桥亭 穿过断桥亭 我们看到君子亭 君子亭为苏式创建 在苏东坡输郡东湖后 水中直河 亭旁栽竹 结阴 荷花 竹子都有君子风范 而苏东坡也以君子自许 因此得名君子亭 苏东坡是亲周海十年 凤祥府西凤银参将长阴 受知府委托而创建 取义在于纪念苏东坡夫妇 因苏东坡在凤祥为官时 曾携带夫人王夫一同前来 王夫知书达理 非常贤惠 为凤祥人所称道 故而修建这座亭子 纪念他们夫妇 东湖内湖不愧出自江南才子 苏式之手 湖内所有景观无一不体现出江南娟秀的风貌 游走其中 仿佛走进江南园林一般 西语亭是东湖最为有名的景点之一 为苏东坡所修 原旨在凤祥府内 后搬至东湖 宋佳佑七年春 又逢大汉 作为府叛官的苏东坡 仰看着五日不雨则无脉 疲日不雨则无河 可怕景象就在眼前 不由日夜焦虑 正在这时忽然降下甘霖 而且是一雨三日 刚好苏东坡的亭子也已建好 故而起名为习语亭 并写下了著名的散文 习语亭记 苏公祠是苏东坡离开凤祥后后人所修 现存的苏公祠是以亲人新年所建之规模恢复修建 建有正殿 同校山房 民情金舍等 辅助建筑 规模宏大 气象庄严 这座牌坊也叫山门 建于明正德14年 即公元1519年 山门是当时的必备之景 好 今天的东湖之旅就到此结束 好 这座牌均匀